我们上个礼拜 不是上礼拜 上上礼拜 所以因为隔了一个礼拜 所以我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来 帮大家回想一下我们 上一节课到底讲了些什么 其实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觉得 这个上上个礼拜 就是上一节课所讲的东西 好像有点听不太懂 因为他所提到的那些字 我们不太熟悉 不太熟悉 那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上一位菩萨 就是这位威德自在菩萨 OK我现在荧幕上所显示的是 在我们课本的44页 就是这个威德自在菩萨 他问什么呢 我们可以往前看一下 他问说成佛建修的法能有几种 修行的人一共有几种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 什么叫叠在一起呢 因为他问的是 广说一切方便建赐 就是我们看到这句话 我愿世尊广为我等 宣说一切方便建赐 这个方便当然就是我们再次强调 就是这个策略 一切方便建赐 方便当然就是方法或者是策略 那建赐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次第了 就是说我们要经过什么样的阶层 那第二个问题是修行的人总共有几种 那其实 其实佛陀在回答的时候 就针对这几种方便建赐 而相对应有几种人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时候 世尊就告威德自在菩萨 说很好很好 那我现在要为大家说明了 那接着他说什么 然后善乃子无上等等 与一切法同体平等 与诸修行十五有二 其实没有什么方法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你既然这样问 我大概可以把你归纳为三个部分 那一个就是取禁为行 就是禁止 那这个在专有名词上叫做奢魔他 那这个字不太好记 那所以如果各位还手上还有 手上还有这个 这个奢魔他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还有笔记的话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说 我们相对应于我们比较认识的字 就是这个止 那所以他说从内 从内在会生出一种极静的清安 所以我们看到是取禁 就是停止 停止 那什么意思呢 身心课程从此涌灭 就是说这些话 这些话我们像身心课程这种话 他也是在佛经里面好像 好像讲出来大家都认识 大家都认识 那我大概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里 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这个部分 取禁为行 这个 然后呢 因为这个取禁为行 就是你的行为的模式是禁止 就是我有一个念头过来 我有一个念头过来 刮台风 刮台风好烦 我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这个感觉来的时候 我先不要去 拼判这个 我这个念头对还是不对 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等一下 先停一下 所有的念头来都停一下 连这个 最后连这个停一下的这个念头 也把它停一下 这个大概是 修行上面一个 一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不是一个目的 那如果你把它当目的就麻烦了 因为当目的的话 就变成你会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 因为就没有想法 那这个 这个方法就是指 就是我们平常在讲那个什么 指观 指观的指 那练习指这件事情 当然是 蛮重要的 就是说 你没有刻意去练 其实你没有办法发生 那他的本身 他的本身的所有的状态 所有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这个 身心刻成 尤其这个刻跟成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的身心 就是我们跟外界接触 我们跟外界接触 我们知道那就是成 就是说 所有外在给我的刺激 我们都要把它定义为 是像灰尘一样 他不是我的一部分 他不会在我的生命中 或者我的身上永久的黏着 我是可以把它拍掉的 那第二个是刻这个字 所以我的心念 我的念头 或者说我的心 我的心事 是我来做主的 我来做主的 所以一切的念头 他都是刻人 他都是刻人 那我们要看待这个客人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我今天是开旅店的 我是客栈老板 那这些念头都是来住客 他也许在我的心头 他也许在我的心头留的时间 有长有短 但毕竟 他要check out回家的 他要走掉的 我要用这样子的心态来看 所有的念头 他不能够变成是主人 所有的念头不能够是主人 也就是说 我是可以 我才是这个整个 我的心事的主人 所以这个身心课程 这个课程这两个字 在我们的练习上面非常重要 因为你必须要先把 你跟这个外在世界的定义 定义清楚之后 你的指才可能使得上力 你才能够使得上力 对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会一直被 我们因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念头 给主宰了 主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的快乐 我的悲伤 我的生气 或者是我的忧伤等等 都会来自于 我跟这个外界的接触 然后这个忧伤 或者这个快乐 他就会让我误以为 他会永恒的住在我的心中 永恒住在我的心中 那我们要先定义好 我们先要先弄清楚 就是说不会的 他也许住一天 他住个晚上 也许他住个一个礼拜 那毕竟他是过客 所以他是会离开的 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他都会离开的 都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指 指这个动作的 就是我们很清楚的 用一种很主动的方式 把他们赶走 所以课程从此涌灭的意思是这样 我练习把他们赶走 我练习把他们赶走 这是第一步 所以指一定是第一步 而且是最入门的一步 就是我开始 我开始面对我自己所有的念头 我起了一个作用 就是我看着他 然后请你离开 我看着他 请他离开 这是奢魔他 所以佛陀讲说 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这个次序来 你可以先修指 你可以修指 你就一直修指 修指 在这个指的状态之下 你会突然 把你自己的心念的主控权 抓回来之后 就会怎么样 你就突然觉得很舒服很清安 你就会突然看清楚很多事情 这个时候你的智慧会长出来 所以 你就什么叫智慧长出来 就是因为 你把你自己的一些 那些纷纷飞飞的那些念头 现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突然看懂了 突然看懂了一些事情 于是你就发现说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这就是什么 智慧长出来 智慧长出来 那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就是 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球赛 那现在因为要奥运了 你知道其实台湾最迷人的球赛 我想也许有人讲是棒球 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来 他最迷人就是戴智颖 就是羽毛球 好 那你在看 尤其现在YouTube上面会有很多 那个精彩镜头 就是戴智颖在救球的时候 那或者是他在他在杀球的时候 尤其是救球 这个我们最能够举例来讲 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他 他以为球是往这个方向飞 所以他做了一个 他以为那个球是往右边飞 所以他做一个往右边移动的 的准备动作 可是 中途他发现不对 因为那个人杀球的方向 把球做了一个旋转之后 那个球向左转 那向左转他来不及回来 所以他会把球拍从他背后反拍回去 好 那我们在看这个镜头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 惊讶说 他怎么会来得及 那我常常在开玩笑讲说 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个慢动作放映机 好 就我们看起来一秒钟之内 那个 那个球就飞过来 可是对他来讲是分解动作 所以他来得及看到他正要转弯了 所以他的反应比那个球还快 所以他就 救到了那个球 好 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来讲 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经过大量的练习 好 他对于他自己身体的肌肉的控制 他对于那个球飞飞起来的那个 那个样子的认识 所以他可以预先知道 这颗球会怎么飞 好 所以要非常非常专心的 非常专心你的 你的所有的意念都在那颗球上面 那颗球上面 所以不可以有其他的念头 你这时候不能够想说我会赢还不会赢 等一下打完球之后要去吃什么晚餐 都不可以 所有的念头就在那颗球上面 那其实在修圣摩塔的人他也是这样 你所有的专注力都在你自己的念头上的时候 那你把这些所有的念头都请你离开 这时候你的心就空出来 当你的心空出来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运作跟反应 就像我刚刚讲的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颗羽毛球 就飞过去 对戴智颖来讲 他就看得出来那颗球是怎么样转 怎么样会转弯的 当你的专心度到一个程度 然后你的指 你的指的能力 有到一个相当的练习的时候 这个世界呈现在你面前的样貌 就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在六祖台经里面 他会跟你讲说怎么样 他会跟你讲说定慧共生 就是你在修定的时候 慧会长出来 而当你的智慧 你的般若智慧 长养的够大的时候 你在回来操作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是简单的 是方便的 所以如果我们讲天台中的定义来讲的话 那这个奢魔他的这种修行的本质 我们说他就是一个空观 就是说我把它空掉 就是我看到的是他不在的样子 他不在 那你说老师什么叫他不在 因为我们要从无常讲起 什么叫无常 就是不断变化叫无常 他不会一直存在于现在我们所看到他的样貌 所以他要从A变到B 从A变到B就像我们换位置一样 我从1号位置换到2号位置 那如果我时间拉长 我只会看到你本来在1号位置 怎么一会儿我再看你的时候在2号位置 那如果我的眼睛很很敏锐 我就看到你从1号位置起身 然后坐到2号位置 在你起身还没有坐到那边的时候 会有一个什么什么状态出现了 是1号位置跟2号位置都没有没有屁股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把无常跟空放在一起 你说那个空那个字不是就empty吗 就是没有 就是空空的嘛 那老师你又说其实空性是什么 是无常的本质 那这两件事情它有冲突吗 它没有冲突 它没有冲突 我们认真想那个画面就知道 一个不断在变动中的一切的世界 那么它一直不断的会出现位置是空的 状态是空的 因为你要从A变到B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一瞬间 也不是A 也不是B 这就是空 所以值也好空也好 在这个修行里面 它是一个必须要有的练习 必须要有 那我刚刚在上课前还没有录音的时候 也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碰到的这种很重大的 必须要我们去面对无常这件事情的存在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人生 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去练习 就是因为没有机会练习 所以当你在你预期之外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会惊慌失措 因为你会很慌乱 那如果你平时就有练习的话 平时就有练习的话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当你发现 当你在走在路上的时候 然后你在找钱包突然发现 你找不到钱包 你找不到钱包 一时想不起来 我到底有没有带钱包出门 它是放在家里呢 还是刚刚走在路上的时候不见了 它可能是被偷了 可能是我掉在某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所有的状况都会造成我们的慌乱 那因为你很慌乱 所以可能接下去 接下去你就可能会遇到第二个危险 然后因为你很慌乱 然后就没有注意到你前面的阶梯 于是你就扮了一跤 然后你就摔了一跤 所以你就会觉得今天很倒霉 就碰到不顺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很 很没有很没有那个练习 说我们碰到任何的事情 先停下来 这个我自己很切身体验 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推着我们 不断的往前走 所以要我停下来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特意去练习 这我只能给大家这样子的建议 当然你说 是没办法 我每天就很多很多事情在忙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要想办法去练习 所以像我今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建议说 你要不要拨一个时间 去参加一下禅训班或禅修的练习 就是也不一定是佛教团体的禅修练习 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是基督徒 那大家听到禅修可能就会马上就想到我在传教 那我觉得有一些 譬如说像冥想或者是说颂波或者是正念减压 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体验 他其实都是在启动我们 把我们的念头做暂停这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我帮大家 这个 框起来的这一些重要的字 这个 这个陈 这个陈就澄清 就洗干净 就是把那个灰尘洗刷掉 所以当你这个绝世反动 就当你发现了 你因为澄清所以我刚刚讲 因为你把这个念头先赶在门外 所以你就看清楚了 你自己本身的意识 非常的躁动 原来他就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的 那我看懂了这件事情 那其实你的敬会就会发生 就是你能够安静的这样子的能力 他就产生出来 所以这样子练习下去才会 课程从此涌灭 才能够从内发寂静情安 这是我们上礼拜讲 我想我上一次讲 所以 我想我讲应该没有太多的重复 因为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来 来跟大家更清楚的说明 好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这个三摩波体 有的地方是翻三摩地 三摩地 这个波体 那不管三摩地也好 三摩波体也好 那他的这个翻译呢 大家应该手上有 有你们的那个笔记的话 那他翻了就是官 官当然他就会接下来会有一个字 照 对不对 就是要你要看清楚 仔细的看清楚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多样性 所以如果刚刚 如果是 刚刚讲的是空的话 现在呢我们讲的是有 好是有 好所以 或者是 刚刚刚如果如果我们说那个 那个指那边我们 我们练习的方向是空的话 好那这里呢我们谈的就是面对的有 好或者是 我们说 他是假 好 就每次我们看到佛经里面讲到假 好你不要说他是假装的 他是欺骗的诈骗 不是 假的意思就是暂时 暂时何何有 好那 空假 就是说 你另外一个练习是什么呢 就是很认真的去看清楚你身边所有的事情 很认真的去观察 很认真的观察 就是 然后呢你看他 他的他的那个课文写的很有意思 他 他说 以静觉心 以静觉心 怎么样呢 呃 知 首先知觉心性 知觉心性 与根层皆因幻化 你首先知道 这一切都是幻化 好 集起 这时候呢 既然是幻化 那我就继续幻下去 就是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讲的嘛 对不对 就是我没事拿着这个杯子呢 我就开始想 我就开始想 他现在是个杯子 可有朝一日呢 他变成是一个花盆 花瓶 那么可能我拿他来种多肉 好 那可能呢 在某个时候 因为紧急状态呢 我就拿他来当这个防身的武器 拿来打坏人 就我 我对这个东西 就可以起很多很多的幻想 为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要做幻想 其实我做了很多很多幻想 之后回来就告诉我说 哦原来我是不能够 我是不能够把它定义在一个固定的定义上 就他有极多的可能性 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跟理解 所以我们知道他今天是个马克杯 那么他等下下一瞬间可能 就不再是扮演马克杯的角色 那所以一样 一样的 你身边的人事物 我们都能够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幻化的一个想法 他说变化租幻而开幻众 你看他的 他告诉你练习的方法是这样 我不知道各位 在座各位 会不会觉得很讶异说 原来佛有教我们这一招 对这一招就是说 你看这个画画世界 他有多少千万样东西 那每样东西你还可以把它幻化出更多的 更多的可能性来讲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 譬如说我们常会讲 就是说今天光是一个我 对不对 那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佛法 我是个演讲者 我是个演讲者 那我今天去到这个超商去买东西 所以我是一个什么 我是一个购买者 那我就不再是一个演讲者 所以我要换一个身份 可以换一个心态来面对 如果我还拿着我的演讲者的这样子的思维 去全联结账 那我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 对不对 那我刚刚在煮晚餐给我咸身吃 那这时候我是一个煮饭的人 我是一个煮饭的人 那煮饭的人 你就要扮演好煮饭的这个角色 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煮出来的菜肴 不要太难吃 可以入口 然后也能够有足够的安全跟健康 他说你想的东西是这个 你想的东西是这个 对不对 那你所做出来的态度是这样 当你说我一个人可以幻化出很多不同的角色 同样我刚刚讲那个马克杯也是 所以这样子的练习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练习呢 他说由于起换顾 便能内发大悲心安 因为你接受了这个世界 太多太多的可能性 于是你知道了这个世界 有不同的故事在发生 或是有不同的境遇在发生 所以这时候是一个起菩萨 起菩萨慈悲心的一个启动 你开始接纳了这个世界 很多跟你原来预期不一样的 尤其是对这个世界 你有非常坚定定义的 你能不能发现你自己是这样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问题 我常常看到的是有很多朋友 他会跟我讲说 你们佛教都叫我们要去我执 去我执 每天都在讲去我执 我就没有我执怎么去 我就想说你光讲你没有我执 怎么去这句话就很我执 就是说你不承认你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也要设想 不要讲幻想 就是说我们要假想 我们要假想这个世界是 有没有除了我所认知的 这样子的方式之外 有所运作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 那就要靠我们多看 多去学习 我们多少跟外界接触 我们讲的跟外界接触 是你要打开心胸 要把你自己所有的成见 先放在旁边 去好好的去倾听 好好的去倾听 尤其是这个世界在变 那像我们现在我60 我快要65岁了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会讲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跟我们以前怎样 其实我有时候在听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问他说 那你在你活着的以前 你有看了所有世界的可能吗 你也是活一段你自己活过的那个过去 那你现在看到的也是某这个世界的某一个部分跟角落 那现在的年轻人都好吃懒做都没有方向感 那就躺平足 你看过几个有年轻人 你有看过多少个 你下此结论 如果我要认真跟对方讨论 他就会跟我讲说 不只我这样讲 杂志上也这样讲 专家也是这样讲 那某某人也是这样讲 李嘉童也是这样讲 我就觉得把一些名人搬出来 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可惜 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这样 但有很多人不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是当老师的 所以我有机会看到很多年轻青年人 他们怎么成长过来 有好多有好多比我年轻几十岁的人 这种非常非常的赞叹佩服 这是不是我们那个年代可以做到的耐力 或者是学习力 或者是那种勇敢于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为他自己的梦想付出的那个努力跟代价 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好那在在座如果有一些朋友 有follow我的脸书的话 就会发现我常常会转po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他们在为这个这块土地上面说 一个很小的角落去帮助一小撮人 只是为了减少这个社会的负担 就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微不足道 就别人来看的话可能微不足道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去 在这些可能救不回来的人 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他什么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讲说 那本来就应该政府来做啊什么什么不是 你可以做就去做 那像我在看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可以再讲说 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怎样怎样 不是你有看到少部分是怎样 你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哪个角落有哪些事情在发生 其实你的心胸可以更容易变得更开阔 因为你有机会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 我们要看一个什么期刊都要去图书馆 握了好几天 那现在就打开google 我们就可以找到所有我想要找到的大部分的论文 那更何况如果你有GPT Chat 那ChatGPT的话 那你更可以叫他说 你请你帮我找一下有关于这个空甲中三观的论述 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观这件事情 照见 就是说你开始去把你的照子放亮 你眼睛看 那这时候他说这时候会发起什么呢 大悲一切菩萨从此起行 见识精进 比观患者非同患故 那非同患观皆是患故幻相有力 这个好玄的事情 但我刚刚大家解释就是说 你就开始去设想 就你会发现说 对都有可能 所以当我在碰到所有事情的时候 我会知道这就是事情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把所缘的妙性 好 那我们在讲 就是在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我们也有提到过这句话 就是真空 对不对 真实的实相是空性的 是不断变化的 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事情都是战时和合 但是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妙有 妙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精彩 就是这个世界真是妙妙妙 所以这有来讲 所以我们看到的 不管这个有的背后的本质是暂时的是假象 但是它是妙的 它是妙 你一定要去有这样子的能力 菩萨行才走得下去 你不 我常常上课的时候 会跟朋友们分享说 你真的千万不要跟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来跟你诉苦 他会跟你讲说 我真是气死了 我真是气死了 我被我们家那个小孩的那个儿子气死了 才念两天 才念到大一 就跟我讲他要休学 那你这时候真的不可以跟他讲说 你要认识啦 就看开啦 你转念嘛 不行 不能这样子 就是你要很认真的看懂了他的困惑 他的气氛 他的不安在哪里 对不对 你听完他所有讲的东西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陪伴他 慢慢的去梳理他所有的有 当然你知道你这些烦恼 或是可能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执念 但是他现在是困在烦恼里的 好 那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说 你看看 认识啦 他只能躲啊 儿生自有儿生命嘛 结果以后他去不死 你陪伴他 原来那你在担心什么呢 你担心他 你担心他 这个大学没有毕业将来找不到工作做 对吧 那可是他现在真的不想念了 那你 你真的逼他在念的时候 他会不会 呃 就用消极抵抗啊 或是怎么样 就陪着他去走一遍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幻化 就是说帮他想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这样子呢 会不会那样子呢 那要不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他为什么要退学 他为什么要休学啊 他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他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好 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那通常我们听到父母都会讲说 什么规划 他懂个屁啊 那什么什么 他们就是偷懒 就是不想上学 呃 那一想天开啦 什么什么 就是把 呃 就就你会听到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时候你也不能跟他讲说 啊 你就老了吗 你太固执 那这样子你们的沟通就 你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 你也 你会变成一个佛言佛语的佛弟母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哈 你们信佛的人呢 每天讲那些空谎 这样好 那那你没有帮佛教做好 做好一个典范 那大家就会 就我们讲说 一人信佛万人骂佛 不是 不是这样子 哈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活在这个 就我们回来讲这个 威德自在菩萨 我很修行方面见次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 我其实这两个礼拜一直在想说 我 我们上一次在讲 很快的把这些文字 做了一个 一个介绍之后 那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 回头过来 跟大家谈一谈 啊 这个空甲中三观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刚刚讲了空 然后接着我们讲了甲 或者我们讲了 我们讲了真空 讲了妙友 那 嗯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什么叫中观 什么叫般若智慧 什么叫禅纳 那这三个都是禅修练习的项目 不是只有禅纳是禅修 好 就我们在汉传的禅修 或是我们讲的中华禅 我们讲的是这三个 三个科目 这三个科目 一起在一起在整合起来 他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教学目标 但是有不同的课纲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讲这个 中观 好 第三个我们要讲的 第三个他讲的那个 我们讲说策略或是顺序 他说 若菩萨悟了这个禅原觉 那以禅原觉心 不取幻化及诸境相 也不着余 就是说不再去在意那些幻化出来的 也不在意那个空 就是空掉的那个 了知身心皆为挂碍 就是说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牵挂 都是一个障碍 那 不知 无知 绝名 不依诸爱 就是说 你没有 你没有敢知 这些绝名 那他都是 不能够依赖在你这个身心下 所以你要勇得超过障碍 你要超过有爱跟无障碍的状态 那这是一个很玄的讲法 受用世界与身心 像在成欲 如 如 那个 那个 那个声音 在这个 这个铁盒子里面 声音在外面 但烦恼涅槃 不留相爱 变得内发 极 极灭 清安妙觉 那这个讲 讲来讲去 真的就不太能够用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跟大家解释 那这就是其实就我们讲的般若智慧 就是那个 不空也不假 就是我 我当我发现我 留在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就赶快挪开来 挪开来 因为就不留在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说即空即假 即空即假 就是立刻空也立刻假 好那 那我们在天台中的说法 它就是一个中观 好那 空假中 这个三个呢 其实我们没有说 那我们就一定要中 不是 是 它不断的在这两边 晃荡着 就这个我们的生命 它是没有黏着在任何一个状态的 就我们要我们的念头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偏空了吗 那我挪过来一点 那我很在意这些假象吗 我再挪过来一点 好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这边晃动着 而且我是很自在的很轻松的 让我的 让我的身心状态呢 是能够游离在这两边的 好所以这是禅纳的意思 禅纳 好那 那所以在在禅秀的练习里面 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练止 就是我们就 我们就想要停止那个念头 但纸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可能带领的法师就会说 那我们来观呼吸 好我们来观呼吸 所以你看在禅修的练习当中 可能第一步的时候就要我们放松 好光是放松我们都很难去理解 说什么叫放松 我很松啊 没有 你怎么个松 你其实你不太知道 好像 像我去上一堂课 上肢体的认识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有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下意识的 其实在紧张当中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比如说耸肩 或者是说我会轻轻的握拳 或是我的手 我的手会不自在的 会不自然的去扭向一个方向 其实都代表着我 其实我的心念 其实在紧张当中 好 那 我觉得这个 什么情况最容易发现 因为最近我在补牙齿 我就发现 补牙齿的时候 其实你全身紧绷 是没有帮助的 它会痛就会痛 会酸就会酸 对不对 所以你唯有全身放松 就是 就是阿水在一起 对不对 那顶多在如果 如果很痛的时候 就可以哀哀叫说 阿医生我要打麻药 类似这样 可是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怎么样 我就会发现 我的两个手是紧握着拳的 因为我就预期它等下会很痛 好 这是我们对松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太了解 那是要花一点时间 去跟我们的身体 好好的对话 你才能够去理解到 他现在是紧的还是松的 好 如果今天我现在不是对着镜头 我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在皱眉头 好 那我慢慢知道说 平常我是在皱眉头 好 那为什么我要皱眉头 可能是因为我 从小我的视力不好 所以我要用皱眉头看得清楚 或者是 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随时在 在思考我等下下一句要讲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紧张造成我皱眉头 好等等 那但我至少我现在清楚知道 我会觉察到说我会皱眉头 所以我会放开一点点 这就是松的一个 所以我们看到你在松的时候 其实你先要能够觉察到紧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禅修的练习 都在这个空跟甲当中去摇晃 我们都在这个松和紧当中去体会 去体会 记住喔 我们没有一定要怎样 我们没有一定要怎样 是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是松的还是紧的 我现在 我现在是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说 在这个纸的练习当中 其实它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观 就像我刚刚讲说 你要能够体会到你身体的活动 你才能够理解说我现在的念头在怎么跑 好所以紫跟观 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分开来 好 那最后这个禅 我们说它是一个中观 或者是一个般若智慧 那它就是一个禅 我们用禅来代表 来代表 那它是一个 一个智慧 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什么样 是一个 源起信空的 圆觉智慧 所以 所以 这三个样东西 其实它是离不开的 空甲中三观 好 那我们记得我们在那个讲 我们在念法华经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起 读法华经 但是读法华经的时候 我们也曾讲到那十五世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有 练习过一个这样子的讲法 就是 如是像 就是 天台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绕口令的练习 就是说 如是像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假 就是说 这朵花 它就是朵花 我看得清楚它是一个花 但是花又怎样 花又怎样 它等一下会泄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因缘和和相 它现在是一朵花 那等一下它会泄掉 再来就是说 那泄掉又怎样 它现在的的确确是一朵花 所以这朵花它就包含着盛开和凋谢 它没有开所有的画面 所有的画面 如像是 就是说 我们在看这个空甲中三观的操作上面是这样 就是说 我先看到 我先看到一样东西 它的的确确出现在我的眼前 它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就是 但是 但是我起一个第一个练习是说 它存在吗 它真的存在吗 它是像我看到的这样吗 它一直都会这样吗 那 它等一下就会不见 它现在这个状况等一下就会消失 因为这是一个万元和合的状态 但是 回过来讲 那你不能否定它现在的存在 它的的确存在 那它等一下也会不见 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任何一样东西 它都同时存在着假有和真空 大概是这样子的练习 那你说这样讲起来好像不难 其实不难 看你要不要练习 看你要不要练习 就是 其实最好练习的就是 比如说你 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你很想买一样东西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买 你到底要不要买 比如说 这个 哈根蛋是冰淇淋 那出了今天 今年夏天出了新口味 那你看到那个冰柜里面有一个冰淇淋 那你就很喜欢吃 尤其是芒果口味 你很喜欢吃 我到底要不要吃 我很想吃 到底要不要吃 那吃到我买了 我买得起 买得起 我以我的财力 这个50块一个冰淇淋 是买得起 但是 我有没有这么想吃 那我想吃的那个欲望是怎么一回事 那为什么我会犹豫呢 为什么我就不会 我想吃我就买得吃 为什么有犹豫 因为我知道 我上个礼拜 健康检查可能 医生警告说你最好是不要吃甜食 然后呢 这个 帮我身体保养的中医呢 就是说你最好不要吃冰的 因为你经常咳嗽 所以既是甜食又是冰的 这冰淇淋本来就是我的违禁品 它像我的毒品一样 所以我是不应该吃的 对不对 那可是为什么我又会想吃呢 那我现在怎么处理我这样子 你说老师你生命这么辛苦啊 为什么你看到一个冰淇淋要想那么多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你闲闲每次可以做这样子的练习 我当然不是讲 就像圣言师傅说 不是让我们每一口饭都搅三十下才吞下去 而是你如果可以 你可以掌握这个机会来练习空甲中三观的话 那么这种小事情你可以练习 你有你有时间 它其实很快 它没有那么复杂 你就开始读你自己的心念 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 当其实我跟大家讲 以我自己的经验 当我把想吃跟为什么不能吃的这两个念头一想之后 其实也就不想吃了 刚刚很想吃的念头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就觉得说 也何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抗争这些东西 那我们讲那个松掉的感觉 那个松掉感觉会让你开心 因为你是想过后了 那当然我们变扭的时候就会想说 又不是天天吃 偶尔吃一个又怎样 那吃就去买了 买了吃的时候又觉得说 哎呦 为什么那么幼稚啊 这么大年纪还这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尤其是你在吃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家人走过去说 你怎么在吃冰淇淋啊 你不是不能吃冰淇淋吗 那时候更是百味杂成在脑袋里面 然后这时候就整个你的巴斯田里面就会蹦出那个称恨心 愤恨心就跑出来说你管我 对 就说 这所有东西就是这样滚出来的 你为什么会别人跟你讲说你不应该吃冰淇淋 你为什么会生气 你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你已经经过这一番纠缠 所以你被人家识破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很有趣 跟自己的念头相处 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清楚明白 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不是那么的辛苦那么的不方便 好 那他说是三法门皆是圆绝 清净随顺十方如来 因此成佛十方菩萨种种方便 一切同意皆一如是三种事业 若得圆正及成圆绝 意思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他 他入手会从哪边入手 这是不一定 所以他说因为有这三种主要的法门 所以也有三种不同的人 他们一不同的不同的门进去 都就是因为他天生就不一样 那他说三男子 假是有人修于圣道 教化成就百千万亿 阿罗汉披之佛果不如 有人闻此圆绝无外法 一刹那请随顺修行 所以我们好幸运 我们不但听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这些文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菩萨 那下一个菩萨叫做便因菩萨 便因菩萨 你可以看这个名字 我们日常生活中 看到这个便就会想到辩论 想到辩论就是想要跟人家吵架 其实便这个字就是把话讲清楚 就叫便 把话讲清楚叫做便 所以 你说辩论当然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话讲清楚 我把我的立场讲清楚 你把你的立场讲清楚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辩论塞 当然可能大家在这个韩剧 或者是电视剧里面看过那种 辩论法庭 那其实辩论 辩论本身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那个总统 候选人辩论 其实 他们的辩论其实不太 不太精彩 因为他们 就都有准备 辩论这件事情 它的本质就是我要说服对方 我要说服对方 我有一个念 我有一个立场 我有个想法 那我要说服你 那我要说服你的先决条件是 我要把我的立场讲清楚 我才能说服你 我要把我认同的这个立场讲清楚 也就是说我要很认同 我要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支持我这个立场 因为我的成长经验很幸运还是很特别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 刚好有碰到一群朋友 那个年代 那我们就在我们的高中 就成立了Oregon 是辩论车 那当然不是我成立的 就是我们本来有个同学 那其实基本上 那个年纪 那个年纪 我们又念的是女校 而且是大家风气非常封锁 只要你跟男生讲话 就会被人家说你是 你是要交男朋友 所以通常高中或者国中交男朋友 或交女朋友 就交异性朋友的 都会被设定 被贴一个标签是坏学生 就因为你不要认真念书 你就是被列为坏学生 那你喜欢跟异性在那里说说笑笑 那就是你的心不定 那这是一个等号 那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辩论社 在辩论比赛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有正当理由 去跟男生吵架 大概是这样 那就养成一个很喜欢 很喜欢跟人家讲道理的一个习气 就是很多事情 就被贴上一个标签 就说你在很耗辩 那后来我在想 我是真的耗辩吗 还是 我只是想要把话讲清楚 我也希望对方把话讲清楚 所以很多事情我也是 我是抱着一个态度说 那你来说服我 你不要来跟我讲说 你就是规定我这样做 你来说服我 那我一旦被说服之后 我也不是那种为辩论而辩论的人 只是你有没有能力说服 还是你被我说服 就是你 所以辩这个字 我经常会讲 我们在看到佛经里面讲辩才无碍 什么叫辩才无碍 什么叫辩才无碍 不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朽帕 就是跟 那我们也知道 在 在这个 其实就是 就是玄奘在出国留学的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佛教在印度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兴盛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 奈良跟京都 大概很多佛士 你都会看到 他的那个大殿 他那个大殿 就是他正中央会做的最主要他们供奉的 大部分是 毗无浙那佛 或是他们讲卢舍那 那旁边就有邪士菩萨 以及 两个大弟子 通常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因为他承袭着 他承袭着唐朝的 编制 就是 一佛二菩萨 二弟子 这样 所以通常 如果是 如果是卢舍那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 旁边 可能是谁 就是文殊势力菩萨 文殊势力菩萨 那在旁边 看你这个 寺院的 功能 那我们常看到的是谁 我们常看到的是 阿难跟 大家舍 就最年轻跟最老的 大概都会看到 这 这一组人马 那这一组人马 前面 就会有两个 讲台 就说 那很像天主教的 那个步道台 就做弥撒的时候 神父会在那边步道 或者是 就是有一个台子 是 是 是给人讲话的 那 那在佛教 他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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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两个是什么呢 是 是两个人在辩论 就是所以 所以在 在举行 任何佛事的时候 他其实有个节目是 会让主要的法师来辩论的 这样 这很有意思 辩论到就是说 不是说我要跟你吵架 而是 而是我们要把今天这一段 我们要讨论的东西 把它讲清楚 这样 这辩才武爱 所以大家如果有听过这个 当年有一个 见真和尚 见真和尚 是 也是一个传奇 就是当年 当年这个 日本的佛教发展到 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天皇 日本的天皇 觉得佛教 不好 就是他觉得这些 这些僧侣啊 不像话 就是太嚣张了 因为 历代以来 这个天皇给他们好多特权 他就决定 他就觉得说 要去中国 请一个真正的 学院派的人 来跟他们讲律法 律 法律的律法 所以他们就派了几个 潜唐使到中国 那到中国 那个时候 其实那时候见真和尚 没有很红 没有很红 那大家就推荐 引荐说 你可以去找这位和尚 因为他很 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那他们就去请他 然后就说 请他到日本去 那当然见真和尚 非常的愿意 可是那个时候突然之间 皇帝就觉得说 怎么可以 这是我们的财产 所以不准他出国 但见真和尚也是想要 像当年的 他觉得这些潜唐使 这些日本人呢 是像当年的玄奘一样 他们是很真心的来求法的 那我可以 我可以帮他 我就要去帮他 就或者是像 或者是像菩提道次第广 当年 宗科巴大师 他觉得在 在藏教的佛教 有些偏颇 所以他就不远千里呢 翻山越岭去 请到阿底下 是尊者来跟他们讲仙 那见真和尚也愿意 可是 就历经了非常非常多的磨难 所以等到见真和尚 终于 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 其实他眼睛是看不到的 因为经过很多的困苦跟灾难 所以他眼睛生病 他就看不到 他是个瞎子 那但是因为他律法 就在他心里面 所以他一个人 独自一个人呢 就是变迎了所有当时的 在日本的大法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段历史的时候 你知道变经这件事情 在一向以来佛法的传承里面 是很重要的 但当我们和 汉传的佛教从宋朝以降 那他开始变成是一种 我们说他比较走进了民间之后 那因为大部分信仰 就是信众们 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能力去跟法师们去对谈 那法师与法师之间 他们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节目 这样子的课程 所以我们看不太到 但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到中国 就是我们去到藏区 藏区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在藏区的佛寺里面 看到那个就是沙咪们 小沙咪们 他们也是会 两人一组 两人一组 在那边 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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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也听不懂他讲什么 就咯啦咯啦咯啦 这样子 好 所以编音菩萨的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去 大概可以预期的到说 那这一章里面佛陀要跟他讲什么 所以他很有意思 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菩萨 菩萨 菩萨这个定义就是 他是来 他是来引领我们如何去 学得懂佛陀要教我们的智慧 我们说他是助教嘛 也可以 但每一个菩萨他叫的名字 或是他发的大愿 或是他在行走 他所扮演的主要的助教的角色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认识的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 我们听他的名字就知道 因为是我们中国人给他翻的 那他原来的名字是一个 一场串的发音 没有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翻译成观世音呢 当然就跟他发的 就是我们在法华经 第25品的观世音普文品里面 这个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 介绍给我们 认识这位菩萨的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样 吴静怡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观世音 他在讲说他所发的乐是什么 行走在桌佛世界怎么样 只要听到有人呼喊他 他就来 帮助你安慰你 他是用耳朵听的 他是千处求千处印 他是 他是倾听者 他是倾听者 他是收集我们的苦难的一个人 一个菩萨 他是没有说你乖乖我在帮你 没有这件事 不要误解他 好 所以菩萨这个角色 或者说这个族群 或者说在佛教里面他所设定他 而且往往菩萨他是没来忧的 他不是人类 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 其实刚好是因为 因为就是台风天嘛 刚好那个六月十九是这个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那当然就 我的脸书上面就有很多 我的佛教道友们 脸友们就会po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今天要怎样 那我就在想 那我礼拜五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挪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什么叫成道日 这个成道日的这个思维 这绝对是我们中国的先道思维 就是我们都认为一个人品性高超 那所以他就会成先 有没有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这老太太我不会说她死掉 我们说她先是 所以最了不起的人就会变成菩萨 就死了以后变成菩萨 那所以这个所谓成道日 他其实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个妙善公主这个故事 所以妙善公主的生意就是观世音菩萨生意 那妙善公主展现一些神通的时候 就是她神成道日 应该也是她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吧 所以她是中国人的农历 六月十九啊 不是印度人的立法 那我不是要 不是要跟大家讲说这是没有道理的事 而是说我们要认清楚 认清楚 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天我特别提醒自己 我发的菩萨愿是怎么回事 既然有一个妙善菩萨成道 成道变成千手千眼观音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既然读了这么多的佛经 我们还是要回头来想一下 观世音菩萨千处求千处印 她以什么 你想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度 她就变成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到底是妙善菩萨成了观音 妙善公主成了观世音菩萨 还是观世音菩萨幻化成妙善公主呢 这我们要思维一下 你说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为妙善公主吧 都可以 只是我们去想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说 有些东西我们要想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得懂 每一件事情在运作的时候是怎么回事 因为其实在中国人就在唐朝传统 观世音菩萨不只是妙善公主 还有余兰观音 宋子观音 各式各样的观音都有 对不对 所以到底观音这个印象 它其实是生殖在我们的心中 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是像是一个加一科吧 就是我们有什么困难就会想到他 想生小孩没有的小孩就去求他 对不对 有什么样苦恼就去求他 那但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心理諮商师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 我觉得身为一个佛教徒 就要 要很善用 你有这样一个依靠 如果你把观世音菩萨想成是很严格的老师 你就误会他了 你就误会他了 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朋友分享说 其实观世音菩萨他这么慈悲 你应该可以跟他耍赖傻交的 就像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 我会去跟 不管虚空中 或者说我到了法谷山 我在奇愿观音店 我会跟观世音菩萨 许愿 那现在我许的愿大概就是说 当然希望 希望我生生世世能听闻佛法 能够继续修行 那 然后 不去计较成果如何 那当然就是说 接下来我此生 我觉得我很喜欢上课 我喜欢上课 那希望观世音菩萨成就我可以上课的音乐 这样就这样好 那 那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努力了 那其他的就 就拜托你帮忙 所以 菩萨这个角色 我们去认识他 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 他有什么样的传奇的事情 那我们去认识他是 去 去理解他发这个大愿 让我们非常的佩服他 他也是同时也是我们的 行为的典范 同时也是我们心灵的 安慰者 或是我们的依靠者 好 不然大势智菩萨 他那个 很有力啊 他走起路来 我们想像那个画面是 就是勇者无惧的画面 或者是 或者是普贤菩萨精神 那个 见己旅 就是说实践派的 这些精神都是我们 要去 作为我们在 人世间 我们 怎么样把自己过得好的一些元素 好了 变异菩萨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把话讲清楚 所以他问什么呢 总共有几轮修法 很有趣 好我们看到佛陀回答他 25轮 这25轮 你这样再看一下 是这样 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止观禅那三样 就是 奢摩他 三摩地 跟禅那 这三样的事情 那 有些人单独只修一下 有 不是有些人 就是有一些科目 他变成说 你有25个项目可以去操作 那有 有先修止在 在修观有先修止 然后再修禅 或者是有 止观禅 或止禅观 或者是 止 然后禅观共修 大概是这样 那我帮大家做一个这样简单的整理 那等一下课后我会把这张 这几张 后影片变成是照片 PO在我们的群组里 好最后 这个圆修 这才是 这才是今天圆绝经要讲的 他只要讲的是说 这个圆修 那圆修就是什么样的 三观一心 同时 你没有分什么 谁先谁后 然后谁哪一组哪一组 所以说老师 这个佛祖讲课是不是很有 我们不能讲他很有心结 他很有策略 他讲了24种都跟你讲说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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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最推荐的是最后一种 他绝对不会讲说只有这种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的学生状态是这24种都有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给自己定的功课不一样 功课不一样 那当然他把他三个项目定出来之后 他告诉你说有这样子的组合 这样子的组合 就是说你可以 就像 就像理学院的你要 你要会数学 要会物理 要会化学 到底 到底是你只要单独会物理 单独会化学 单独会数学 还是说 理化加数学 先把数学学好 然后再去读理化 等等 或者说你先研究自然现象 然后对自然现象产生兴趣 于是你想要探究他的原理 于是你去认真的读文积分 然后进而去读微分方程 然后进而你开始觉得说 那数学的操作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去解答宇宙的奥秘 我今天看到一篇报导 最近他们数学有一个理论要证明 要证明 然后启动几百个数学教授一起来分工合作 比如说写一个证明题写了八百页 这我们都很难想象 但因为我们读高中果中的时候 我们有曾经写过证明题 都证明那个什么 一个三角形 证明这段跟那段相等 或者是 那我们写证明题 大家都应该有经验吧 大概 不会超过十个条目吧 那很难想象八百页的证明题 那完全就好像脱离了 脱离了自然界的状况 但是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数学的证明的东西摆在那里 但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研究 物理学家 或是研究化学的学家 他们在面对一个现象 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做什么样的推论的时候 他们就找到了当年数学所力证出来的一个式子 然后去用 我只是举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说佛陀讲说 你其实你可以这样做这样分配 但是就圆修来讲 就圆绝这个 我认为圆满就是圆绝本质来讲 那应该是三观一心的 也就是 止跟观跟禅 他是同时在运作 他都在同时在你的心念中在 好 好 很有趣 好 好 那我们看便因和尚这一段 这没有问题 这我们上礼拜 上一次有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而是世尊一样 就是说 好很棒很棒 那你能这样子问如来如是休息 怎么样 如是 怎么样修怎么样练习 那你好好听 我要为你们讲 好 所以他开口就讲说 有25个 有25种清静定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5种 好 其实这个部分 他就没有那么困难 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其实只是做一个 做一个排列组合跟整理 我们看一下 很快看一下 好 第一个就是 我对应刚刚那个 一二三四 我把 我把这个 我把课文做这样子的一个 分解 那我也 建议大家 你就在你的这个课本上面做一下记号 这样你会比较容易看 现在我们在 四十九页的最后一行 开始 好 好 若诸菩萨 唯取 极静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一定跟直有关 对不对 只要讲到极静 就是跟直有关 由这个极静利固 涌断烦恼 就近成就 不其余作便入涅槃 此菩萨名单修 只有修止 这是一类 这是一类 你只修止 其他不管 也是一个修行 对不对 所以你说老师 他们这几个菩萨的问题 是不是接力赛 是当然是 他们不会 不是跳跃的问 是 我听了刚刚那个同学 那个助教问了 然后老师这样回答 于是衍生我 接下来想要问下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是连续的 其实你从头看到现在 应该已经发现了 好 第二个是指修观的 他说若诸菩萨为观如幻 你看到幻就知道是观 对不对 以佛力固 注意 以佛力固 什么叫佛力 就是 以那个你的佛种子的那个能量 你想要度化众生的那个佛的那个 本性 那个佛性 变化世界种种作用 背行菩萨清净妙性 就是说你其实是准备好了 要非常了解这个 这个所有你要度的对象 但是你在与陀罗尼不识疾念 你不能够自己动摇 你在种词上面是能够非常 不会被动摇的 不会被影响 以及所有的敬会都在 持诸菩萨单修三末体 单修观 可是我们看到他按好 含着就是说你自己要先定的很好 要不然你就随风随波逐流 好 再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若诸菩萨唯灭诸患 不取作用 独断烦恼烦恼断尽 也就是说 空跟有 空跟有他都在同时观看 但是他不黏着在任何地方 这是一个修禅纳的状态 这是第三种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 他先取 先取至净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先有子 对不对 然后以净会力 造诸患者 造诸患者 你看 这当然就是什么 这当然就是观了 对不对 便于世中起菩萨行 从这样子的 从止 然后用他这个止的这个心 去观照所有的幻想 那这是先修奢摩他 然后修三摩地 好 好 第五个呢 是以净会固正 好 先从净 对不对 我们看到先从净会固正 至净性 便断烦恼涌出生死 好 好 所以是从止 开始 就直接 好 所以是 我写错 前面没有错 这边 好 在编辑的时候就是 Copy past 就忘了改 好 先修止 然后直接修禅 所以你看他便断烦恼涌出生死 好 第六个 若诸菩萨以即净会 附现幻力 种种变化 度诸众生 后段烦恼入即灭 那这就是 先修止 再修观 再修禅 这个没有什么 在逻辑上面需要解释的 只是我觉得需要整理而已 不然你在看这个 看这个课文的时候 会被他的文字 会搞得有点混乱 因为他都是这些 什么急进会 静力 烦恼已断 这些 这些静妙型 大概 大概是这样 所以 第六个呢 是先修止 再修观 再修禅 第七个是 先修止 再修禅 再修观 他是怎么样 他说以至净力 烦恼断 以 先止断了 对不对 后起菩萨清净妙型 度诸众生 是最后 最后 所以在这当中 在这当中清楚明白着 好 第八个 若诸菩萨以至净力 心断烦恼 要复度众生 建立世界 所以这是 这个是 观跟禅一起 由止出发 然后 去同时修观跟禅纳 然后再来呢 是 先止跟观修好 然后再 进入到禅纳的状态 这我们平常比较熟悉这个吧 以至净力 之发变化 后断烦恼 这大概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之发变化 就是说 我们从至净力 从这个净力产生出来 对于这世间 所有的千变万化 然后才能够断烦恼 达到那个般若智慧 好 第十个 第十个 第十个是 第十个是 以至净力 用之极灭 后起作用 变化世界 慈祖菩萨先是 祈修 先就是 止跟禅线 然后 后才有变化世界 大概也可以分得出来 他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 第十一 以变化世界 我们当然就是观 就看着世间的万种 种种随胜而取至净 由观而收回到指 这是一个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种修行的方法 那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取极灭 这是从观到禅纳 或者是从观到指 然后再进入禅纳 以变化 也变化力做佛事 就是先为大家 先为大众 然后安住与寂静 接着断烦恼 你说这个我知道 这我知道 先参加法会 然后有很多的仪轨 然后要有很多的仪式 然后要有很多的装扮 然后在这个当中 得到一个专注而寂静的一种清凉感 然后我就提升了断烦恼智慧 罗珠菩萨以变化力无碍作用 断烦恼固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 我再表演一次给大家看 变化力弹的就是观 对不对 那这个断烦恼 断烦恼固 就是清楚明白了 这是禅纳 对不对 然后安住止静 这个就是止 对不对 这个 大概后面的文字 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自己做出来一个整理 好 15 15是 先从观入手 以变化方便利 这跟我们什么 这如果我们要举例的话 就是做义工 做义工你先跟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云云众生来相处 你看到了这世间的万物 或者是说 我觉得最能够提供的就是做义工 就是不管是去服务别人 然后或者是在道场里面 就是扫地啊 扫厕所啊 跟别人合作 然后或者是 救灾的场合 你去 你去抚慰 那些受苦的大众 你就是跟 你就是跟这个所有的现象 在 所有的状态在相处 那这当中 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会有些体悟 会有些体悟就是 你可以得到一个清静的安静 而致敬极灭 这时候你的 你的指跟缠纳一起长出来 若诸菩萨以变化力 种种 启用 资予致敬 好就是 这个不一样了 就是说你在 这个种种变化的过程当中 你的那个 指的那个 那个力道一直没有离开 就是 外界不管怎么变化 你是安住在 安定在你的定律上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你就进入了禅纳的状态 好这是说 你的止观同修 齐修止观 观跟止 然后进入禅纳 好 十七一样 就是观跟禅一起 然后得到一个禁律 那或者是翻过来 先修禅纳 先修禅纳 就是先长出这个 这个 智慧 然后呢 这是我们讲说那个定慧 定慧 先修定再得慧 还先修慧再得定 就是没有一定说怎样比较好 好先修禅纳 然后长出这个一切随 一切 这个随顺 那或者是禅止观 或者是禅观止 那或者是什么呢 禅然后止跟观一起 或者是禅跟止一起 然后长出观 或者是观跟禅一起 然后长出止 这样 好最后 我想我们其实最重要 还是最后这一项 若诸菩萨以原觉会 缘和一切 这个是重点 好 缘和一切 于诸性向无离觉性 好 所有的 所有的 物质的本性 或者是他的外在表现 都不会离开 你 都不会离开你这个觉性 此菩萨者名为原修三种自性清净 水顺 好 你看到自性清净 然后怎么样 然后跟外界水顺 好 这叫做 原修止观禅三观 止观禅三观 然后呢 三观一心 好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法师在讲课的时候讲的 你同时啊 就是所有你面对你 你生活中所面对的情境 就是同时 好 然后善男子四名菩萨 五十二轮一切菩萨修行 如是 若诸菩萨即为末世众生 依此轮者 当持 这重点 重点来了 当 你不是只 你不是只要修禅修啊 你还要有什么 你还要持犯恨 然后极净思维 你看这分开的 你要 你要行的是清净行 然后呢 你的 你的思维要安静 极净 然后呢 求哀忏悔 好 这个 怎么冒出一个求哀忏悔来的 你要有忏悔心 你才能把自己空掉 你才 你才可能 去把这些 新的 新的这些项目放进来 如果你没有忏悔心 你就觉得你很满 我根本不需要 我根本不需要去努力做这些事情 那你就 你即使你知道这些道理是 没有用的 好 今三十七 今三七日九二十一天 与二十五轮各安标记 至心求安 随手取节 一节开示 便知 便知 遁见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适合哪一种 好 一念一会 即不成就 这是跟你讲说 你 你不要 你不要执着于说 我 我是要选哪一个 哪一个科系来读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 三七二十一天里面 你各自去理解一下 至心求安 随手截取 你去试试看哪一个 一节开示 你打一个节的意思 就是说 截取的意思就是 我要这个信封 然后这个信封打开来 我就马上知道 我就会知道 那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去试试看 那一念一会即不成就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在那里 东想西想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读课文的部分 就到这边 那最后那个记子 我们下次上课 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下次上课 一样我们要回来 再看这个 再看一下这二十五文 虽然你说老师 我好像有点听懂你讲说 其实 世尊就跟我们讲说 其实你选哪一样都可以 那你自己知道哪一个相应 于你自己 那最后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因为我在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听到有一个法师他的分享 我觉得当时在这里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他就说 要不要修禅修 要 为什么 因为你要有能力禁止 要能力止 因为安静下来 为什么 因为至少有一件 有时候 有一件 有一个时刻我们要用到 就是当我们 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就当我们 我们开始要面对 我们这个射身要不见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慌乱的 你根本死不上力 那个时候只有称恨跟害怕恐惧 那时候会非常痛苦 因为你 你不想要面对这件事 我们要只要想说 我是为了那一刻在准备 那他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想说 我当时 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当时要学佛法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害怕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死亡 我只要想到 我要面对我父亲母亲的死亡 我光想到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需要一个 我需要一个 一个理论 或者是一个方法 来做一个我 我的 我心灵的 重训 我们想说是这样子 就是 你知道重训嘛 就是练核心肌群 然后就是练这个肌肉 二头肌 三头肌 公骨肌 这一类的 那你重训的目的是 让你自己 让我们不容易摔跤 不会受伤 那心灵的重训是什么 心灵的重训 所以我有一个这样子想法 跟大家分享 看大家能不能更能够清楚 那个画面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所有在听这些课 或者说我们在读这些东西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我们 心灵强度的重训 那这个重训 你说我 我要做什么样的重训 我要去举哑铃吗 去杠铃吗 是不是一定有固定怎样的 怎样东西 是 是一定要学的 或者说一定要去做的 有些事情要做 比如说 我们知道 你不一定要 你不一定要去做那种很重很重的 什么深蹲 但是至少 至少你要知道说 你要学会走路 把自己走好 那所以他说 禅定这件事情 可能就蛮必要练习的 那另外就是说 那到底什么方法我可以 我适合于我 那这个法师讲的一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他 他有一次在生病 就是他的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那就他就发现他 一直在focus在他的不舒服 然后他感觉很很很 就身心都很不愉快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对他自己 他就对着他自己 用白话讲一遍信经 我觉得很有趣 他不是说他念信经 他也不是说他就持大悲咒 或者是念六字大名神咒 没有 他就跟自己上课 他就跟自己自演 就内心在说 就开始心经观自在菩萨 行声波惹波罗蜜多士 开始讲解给自己听 我觉得 我自己听到这个讲法的时候 我觉得 哇我一定要来分享给各位听 我觉得这是我们容易办到的 就是 因为你要背 也许各位朋友 你很会背 但是背 在你很难过的时候 背那个东西只是转移注意力 那如果你可以用白话的方式 来解释一遍给自己听说 你知道吗 你照进五蕴皆空 所以 这个受 这个苦受热受也都是 现在觉得很苦 等一下就会不见的 就是 那个波惹空性是怎么回事 你可能不需要 整篇心经都能够解释清楚 但是 光是启动这样子的时候 就能够减轻你当时的困惑跟一种不安 好 最后用这样子一个 我想应该大家都可以练习的来的方式 然后再做一下广告 你说老师那我不会讲 我不会讲心经 那就回去YouTube上面找找看 我那四节课怎么样解释心经 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 好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今天到这边 祝大家有一个 很顺利平安的周末 好 让我们回向咯 来 好 大众请合掌 回向 愿消三藏珠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醉脏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以今日大众共学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解脱三界苦 吸发 菩提心 愿所有的众生 世事听闻佛法 早日成佛 向上一问讯 向主事大德们一问讯 好 各位朋友相互问讯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下礼拜见咯 请不吝点赞